会不会遇到很严格的教练呢 到时候我也会被我爸爸妈妈逼来 用多变的声音变化 一人分式三角再加上旁白 等于要切换四种模式 把简单的童书内容 透过声音灵活诠释 疫情的关系 我们开始没办法进到校园 那我们可以尝试用比较特别的方式 创新的重新把我们绘本故事推出去 主题都是生命教育 疫情推波阻拦之下 声音经济也趁势崛起 透过Podcast除了让小朋友 有更多元的学习选择 用耳朵就能够听世界趋势 掌握新闻脉动 或者是上一堂理财客 低潮的时候也能来一碗心灵鸡汤 甚至还可以跟着声音去旅行 不仅交通便利还有独家咖啡 然后加上邻近都会森林公园 让忙碌的民众可以透过波语窗 享受短暂的绿域悠闲 你不可能一直就是看YouTube嘛 看YouTube影片 所以你有很多时间耳朵是空着的 就比如说你在打扫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这些都是可以很零锁 很零碎 可以收听Podcast的时间 Podcast在两年内急速的成长 以美国来说 三分之一的人 有收听Podcast的习惯 Spotify更是颠覆了苹果 成为美国最大的Podcast平台 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记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对民众来说不用低头滑手机 对网红来讲不用衣装打扮 对双边而言都是恰恰好的空间 最除了Podcast 还包含了Clubhouse 以及有声书等等 主打声音的产品 通通都在急速成长 声音经济的未来潜力无穷 八大新闻 徐敏华综合报导 十八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喔